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我是Tim 是加拿大杜朗多东部基督教会成员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每周播客《走过圣经》 这是一个查稿圣经,而且是经营查稿圣经本身的播客 我们将在每一周的周一周二周上三次播出 希望您能同我们一起学习圣经 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这一本书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esmchurch.org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找到以前的播客 他们在《走过圣经》《创世纪》的目录之下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表评论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answerin.org.gmail.com 我们将尽可能快点做出回应 今天我们将学习《创世纪》的第20章第9到18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 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 对他说 你怎么向我这样行呢 我在什么世上得罪了你 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 你向我行不但行的事了 亚比米勒又亚伯拉罕说 你见了什么才这么多呢 亚伯拉罕说 我以为这地方的人准不惧怕神 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 她与我是同父一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 当神叫我离开 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 我对她说 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 你可以对人说 她是我的哥哥 这就是你带我的恩典了 亚比米勒把牛羊 扑皮 吃给亚伯拉罕 又把她妻子撒来归还她 亚比米勒又说 看啊 我的弟都在你面前 你可以随意记住 又对撒拉说 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 作为你在 和家人前遮羞的 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的 亚伯拉罕祷告神 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仆 使他们能够生育 因耶和华为 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的缘故 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能不能生育 那么在昨天的学习当中 我们看到了 上帝出现在亚比米勒的闷中 并告诉大家 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 因为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那么第二天 亚比米勒就招来了亚伯拉罕 以便他能遵守主的要求 但在交回撒拉之前 亚比米勒的要求得到解释 因为 亚比米勒并没有做任何事 值得亚伯拉罕以这种方式来对待 亚伯拉罕解释 说他这么做是因为 他不相信这个地方的人害怕上帝 因此不知道当地人会如何带他 事实上 我们发现这是他去任何地方 所做的一件同样的事情 撒拉这么做也是为了帮助亚伯拉罕 这里亚伯拉罕的理由 与第十二章的理由是非常类似 亚伯拉罕可能会认为 这些人并不害怕上帝 他像我们也表明了偶像崇拜 在这片土地上的猖獗 尽管他还没有完全超乌伯拉罕的 亚伯拉罕在这里 像亚比米勒揭示的他没有 像埃及法老 披图的东西 撒拉实际上是他的 同父一母的妹妹 我们没有在第十一章中 第一次见到亚伯拉罕和撒拉 或者在第十二章中 法老的事件里面 得到了这些知识 现在我们发现撒拉和亚伯拉罕有同一个父亲 但有不同的母亲 这种类型的关系将在历末中被禁止 但尚未在创世纪中被上帝所禁止 现在即使亚伯拉罕在说法上是正确的 那么是否意味着他没有错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他隐瞒了亚伯拉罕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撒拉也是他的妻子 然而亚伯拉罕在当时也原谅了亚伯拉罕 并允许他留在这个地 亚伯拉罕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 并给了他留养扑论和影子 以便遮盖 他因撒拉而造成了羞耻 然后亚伯拉罕又为亚伯拉罕祷告 上帝医治好了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家族 让他们能够继续生而欲欲 好了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明天继续我们的学习 希望大家能够加入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